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話說近來美國對著中國出招 可以說是層出不窮 繼較早前瑞幸咖啡被踢爆 說他們財務造假以後 現在又有另一家中國巨企 被美國釘上了 這一家就叫做愛奇藝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首先看看 愛奇藝自己公佈的第二季度業績 究竟是怎樣的 他們就說 第二季度的營收是10億美元 較去年同期增長了4% 至於用戶數量方面 第二季度的訂戶去到1.05億人 較去年同期增長了450萬戶 其中99.4%都是付費用戶 真金白銀付錢 但有一家沽空機構叫做Wolfpack Research 即是狼群研究 指控這家愛奇藝造假 現在還搞到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介入了調查 這家Wolfpack Research 在今年4月發布了一份調查報告 指控愛奇藝早在2018年上市前 已經存在著財務造假的行為 而且至今仍然是這樣 他們還指控說 愛奇藝在2019年的收入 是誇大了8億到13億人民幣 即是虛增了2.7至4.4 至於用戶的數量 就是誇大了4.2至6 同時 愛奇藝又誇大內容的支出 資產和收購價格 以消除虛假現金狀況 欺騙那些核數師和投資者 在4月份的時候 愛奇藝指控過 說Wolfpack引用的數據 是嚴重失實的 並且要保留法律追溯權力 但是現在 搞到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去調查 當然 到底調查結果是怎樣 我們就要拭目以待 但是大家就會看到 現在美國真的對大陸步步進逼 實施極限施壓 較早之前 瑞幸咖啡被查明屬實 真是財務造假 到最後 就要被迫從美國退市 到底愛奇藝的命運又會怎樣 當然就要視乎 美國政家會的調查結果 若然查明是清白無辜 當然就好地地 但是若然查到不知道什麼狀況出來的時候 最壞的後果 當然就是匯報瑞幸咖啡的後塵 到底這個愛奇藝最大的股東是誰 原來 在他上市的時候 本來就是從百度拆分出來 走到美國上市 目前百度擁有百分之五十六的股份 即是百度就是愛奇藝最大的股東 當然 我們現在在台上看到 只有兩隻中概股 先後被美國釘上去進行調查 很難在這一刻判斷 美國已經想將中概股逐漸動 但是如果有第三隻 甚至乎是第四隻的時候 這個趨勢就很明顯是被確立 所以接下來幾個星期就很關鍵了 如果來來去去都只有兩隻被調查 當然就可以演繹為個別事件 但是如果陸續有來的話 可能要重新演繹 到底美國是否真的想玩金融脫鉤呢 如果是也很大件事 其實特朗普在上兩個星期作出的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多少都透露了些端倪 他當時就說到 說要計劃所有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 都必須要遵守美國的審計要求 否則這些中國企業 將有可能被迫退市 因為美國的監管機構 長期以來都沒有辦法檢查得到 這些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的財務審計狀況 兩個星期之前他說這番說話 現在愛奇藝馬上就遭到美國監管機構的調查 到底這兩件事 真是純粹的獨立事件 還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關聯 真是見仁見智 接下來我們就說一下大陸方面的情況 這個前香港藝人葉璇 為甚麼說他是前香港藝人呢? 因為現在他主要都是在大陸出沒的 甚少在香港的娛樂界 葉璇近來在微博非常熱門 為甚麼呢? 因為他自爆吃隔壁桌的食證菜 他說到 早前跟朋友去過一家西餐廳的樹 就快吃完之際 就看到隔壁桌的食客 埋單走人了 好地地 關你屁事嗎? 原來人家那張桌上 吃剩了很多菜式 其中有一大盤蔬菜 都沒有動過 葉璇一再猶疑 但是他就說 最後都問了一個侍應一句 我可不可以吃他們那碟洋蔥啊? 服務員也是打了個凸 然後就跟他說 我去廚房拿兩個新的給你吃 葉璇就立刻拒絕了 他說我其實不是想吃洋蔥的 我只是看到那些菜式 他們完全都沒有動過 覺得很浪費 好多地方的人 連飯都吃不飽 我們這麼浪費又不太好 都是應該吃光的 隨後 他馬上就跟他的朋友 拿起刀叉一起吃光 人家吃剩那碟洋蔥 葉璇就發了短片解釋 因為他被人罵得很厲害 說你這樣做 完全是不顧及衛生的情況 而且目前這個疫情 還未完全完結的時候 你這樣吃會不會惹起什麼問題 也不知道 好 葉璇就解釋了 說看到洋蔥 一直放在邊上 一口都沒有動過 就太浪費了 所以才拿來吃 一起吃飯那個帥哥 也很無奈 但也勉強接受了 不過他最後也強調 說不鼓勵大家吃別人吃剩餘的東西 因為口水噴過就不衛生 實際上葉璇就是用一種極不衛生的方法 來去刷鞋 總書記剛才說完要節約飲食 你那頭馬上就去響應了 而且還極端到激進到要欠人欠剩的飯菜 全中國沒有人救你葉璇 差得立立零 但是節約飲食 就是每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和責任 要靠自發才能做得到 其實你現在這樣去逆別人 逆餘的飯菜 完全是於事無補 反而還會縱容那些人 繼續來大吃大喝 或者亂點餐 點完之後不吃 因為他明知道有些傻人 原來會吃那些義手飯菜 他更加有恥無孔 我認為什麼都不用做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二、三十年以來 大陸的經濟起飛 事實上在城鎮中了一班人 造就了一班人 一走進餐館 就是亂點餐 總之就是要大肆鋪張 點到整張桌滿了為止 沒有他 他未必是想自己吃的 他純粹是滿足了自己點餐的欲望 以及打卡的欲望 就是要放上微信的朋友圈威水 就是覺得有錢就可以使盡力 但是這些日子到底還有多久呢 大家都知道 大陸的農作物是如何失收的 現在主要是依靠從美國進口大批農產品 特朗普也說大陸是異常地去買 粟米、牛隻、大豆等等 那時候他賣給你很好的 若然他有其他想法或念頭 分分鐘後果非常嚴重 而在微博上有另一篇文章 又非常熱門被翻炒 就是央視主播白岩松 在去年1月曾經說過 說中國最重要的就是恢復飢餓感 那為何突然在這個時候 又會翻炒這些文章呢 中國現在最重要是恢復飢餓感 你在說什麼 暗示什麼 為何會翻炒這篇文章呢 是不是有些有心人想暗示 中國糧食供應出現了什麼狀況呢 所以為何我說 對於那些浪費食物的人 根本上就不需要對他講任何說話 只要去到有一刻 連他想浪費食物都沒有這個機會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收斂和收皮 這個世界華人有些俗語說得很好 叫做有這麼久風流就有這麼久折躲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現在好像改革開放剛剛過了三十年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